直說想要的造型 反被舒嬅師嗆 誰會嗆 誰要承認嗎 都沒有人要承認 我覺得 真的 這一集我們做得好安靜跟尷尬 就是 他們也不想講那麼壞話 他們也不想承認 這就是一個很尷尬的一集 真的 躺在這邊不在幹嘛 好 我們來看看 讓他們自己 藝人自己承認好了 你給他們看一下藝人 自己承認一下 咦 就是你了 是嗎 是你嗎 咦 喔 對 看來是 是的 可是不是旁邊那個 不是他 不是他 是誰 也是另外一個化妝師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的眼睛有點難化 我是不太能夠貼那種 一整排睫毛的人 就是一點點就會覺得很艷利 眼頭又會痛 所以有一次他不行的時候 我找了另外一個化妝師 我就有很婉轉跟他講說 欸 那個 我的眼睛啊 睫毛 可不可以不要用一整排的 因為我那個有時候眼睛會痛這樣子 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不會 不會 我弄得絕對不會讓妳痛 所以妳要相信我這樣子 我當下 因為那個也是蠻 跟大牌的化妝師 是上節目的呢 還是拍雜誌或廣告 是頒獎典禮 喔 頒獎典禮 對 頒獎典禮 然後呢 那時候 他一這樣講完之後 我就不敢說話了 所以他就是照樣幫我那樣弄 弄完之後他就有看到 我那天出席頒獎典禮的造型 然後他就說那天好不像妳 會不會有特別漂亮的感覺 沒有啊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就換一個人畫 有不同的感覺喔 有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是 就是習慣性問題 然後就是我可能 的眉嘎就是睫毛 但因為他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弄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渾身不自在 就是人家覺得好看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不好看 喔 對 製作人剛剛舉個牌子說 對啊 我也很奇怪 你怎麼會這樣一件事情 對啊 到底是誰 一串故事 太遇過啊 太遇過 可是問題我就說 不是他 因為他不會啊 對 不是他 但有可能是別 我們說有可能是別的話 總是合理 妳也遇到 就他 就他 對 對 因為我講話比較直接 可是我不是 不是那一種就是說 因為剛剛形容的那種狀況 都像是 我有很強的族見 然後我覺得這不好 可是那個時候是因為其實 齊惠那時候還對自己 不是很有自信 就是他那個時候剛剛好是 他有嗎 他那時候剛剛好是一個低潮期 是真的很低潮 他那個時候就是弄什麼 他其實都不是很確定 可是其實 就是遇到這樣子的藝人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很明確的自信心 就說你這樣很好看 就是像剛剛那個 那個喝酒的那一派一樣 喝酒的那一派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這樣很好看 就是你就這樣就對了 其實是給他信心 可是 那個時候他們會覺得 很受創 就想說可是我喜歡的這個 你好像覺得不好看 沒有...這樣講